明華元為慶祝創團88年 推出宮廷鬥爭大戲 龍抬頭 龍抬頭啊 今天舉行彩排 本劇由明華元鐵三角孫翠鳳 陳盛哉 當家小段鄭雅森主演 團長陳盛福表示 這齣戲是創團88年的代表之作 明華元1929年成立 今天剛好88周年 然後呢 在國家領廷業 當年開幕的時候 明華元也很榮幸被LA 來參加開幕季的表演 然後駕駭30年 這次我們兩廷業 再度重新把它最精緻的舞台技術呈現 明華元又剛巧可以參加 兩廷業所主辦的台灣國際藝術展 所以我們推出我們開村的大戲 龍抬頭 本劇維持明華元一貫的華麗風格 這次鄭雅森跟小露美貝做出最大的尺度 我們有看到那個在房間裡頭 其實溫清風她是一個小女人 她也需要被呵護 所以呢 剛在房間裡頭的時候 卸下她的帽子的時候 看到她的眼神 我還是一樣 有一種渴望的感覺 就馬上就抱過去衝上去 然後服務著她的美貝 因為我有六塊金 她有六塊金 更特別的是 孫翠鳳的女兒陳昭婷 首度挑戰演出 《孫翠鳳在劇中的媽媽》 孫翠鳳笑稱 女兒把平時她怎麼對待的方式 趁機通通跑回來 以前她都是演我的晚輩 演我的妹妹 要不就是演一些 我永遠是高高在上 她永遠是一個 平凡的女子 要不就是有時候提升一下 就演一下我的愛人 所以永遠在舞台上 她才一點點的出錯 我相信不只我 盛在亞森一樣 只要她的子弟一上去 稍微一點錯 我們馬上是用很殺的眼神 就給她殺過去 但是這一次呢 顛倒了 她演我媽媽 所以她可以盡情的殺我 我說你需要這麼銳利嗎 她說你當年就是這樣子 給我的表情 我只是送還給你 哈哈 《龍台頭》描述皇帝與太子 臣妾等三代宮廷恩怨 堪稱台灣版的哈姆雷特 將在台灣國際藝術節期間演出 喜歡歌仔戲的朋友 也趕緊把握機會哦 ETV群網採訪報導